全國總公會代表周學生等 今天向五堂午餐式支送抗議書 並且忠告日本不能片面撕毀周日合約 全國文藝界陳濟寅等代表 今天向五堂午餐式遞抗議書 並且為九一八死傷的同胞默哀一分鐘 抗日蒙曼同志聯誼會代表李文摘一集 也向五堂午餐式宣讀一份慷慨激昂的抗議書 忠告日本田中美閣 不得望恩貝義跟縱北勾結 中國家庭教育協定會代表黃又蘭一集 也稱著抗議的旗幟代表鳳梨烈抗議的雙生 東北旅台同鄉會王大人一集 向五堂午表示日北勾結 對中華民國所造成的損害 日本田中應該擔負全責 新大會青年黨民社黨代表王北欣一集 也請五堂午轉達他們對日本田中美閣 一番義政慈言的忠告 立德民行政政科學校的犧牲 也請五堂午餐式把他們的抗議書 選給田中美閣 五位神情激憤的社會青年 今天下午高舉抗議台 向五堂午表示抗議 隨後他們在日本駐華大使館門前 靜坐抗議 民憑論家丁中江 今天到日本駐華使館 給君明月三郎一封血淚中年的公開信 他要君明把中國人的立場 跟憤怒的情緒帶回神 而日本內閣改弦更張也還來得起 反共議事代表 今天也到駐日大使館 向五堂午提出了他們憤怒 跟忠告的抗議書 讓日本認清共責的真面目 以免使日本人民受害 剛剛說到吧 回答中 靜坐抗議 電池 既然 音樂 證明 為本期的 東西 找到